這個仍然是香港會考2003年 一條 paper 2 當項選擇式的題目 第 41 條 k 是一個 constant concent 即是普通數字 alpha 和 beta 是一條 一元二次方成 quadratic equation 的 root 的根 題目就問 alpha square 加 3 beta 是多少 題目既然用 alpha 和 beta 都提到你 就應該用 sum of root 和 product of root 和 跟的和和的積去做 所以逢是做這些題目 如果感覺到是用 跟的和和和的積去做 sum of root, product of root 先寫它們的 value 出來 alpha 加 beta 加起來是負 b over a b 是負 3 負負 3 over 1 即是 即 c over a k over 1 我留意題目是需要 alpha square 加 3 個 beta 這個題目就算是比較難一點 為甚麼呢 因為alpha 和 beta 可以看到它們的位置 是不對稱的 不 symmetric 甚麼叫 symmetric 即是說 suppose 它們調轉了次序 就一樣 譬如 alpha square 加 beta square 如果你把 alpha 和 beta 調轉 就是一樣的 beta square 加 alpha square 這題目裏面 它所求的 就不是 symmetric 調轉了就不一樣 其實提示了 這題目應該是有一點難度 純粹因為這樣 用普通的 operation 就比較難做 譬如 1 over alpha 加 1 over beta 很容易做 是 symmetric 很明顯加上去就搞定 這題目比較難 所以除了使用普通的 sum of root product of root 之外 千萬要記住 另一個 root 的特性 凡是一條 equation 的根 的話 它的意義就是 如果你將這兩個數字 substitute 進去 x 的位置之中 你應該會 fit 條 equation 應該會符合 是0 所以你嘗試 fit 進去 那你就會得到 把 alpha fit 進去 x 裏面 alpha square 減3 alpha beta 加 k 等於0 另外 beta 也同樣是 root square 減3 beta 加 k 等於0 OK 題目需要些什麼呢 題目需要 alpha square 加 3 個 beta 這裡是有難度的 嘗試個 這算是 algebra的題目 代數的題目 代數題目就亂做 亂試 嘗試把東西塞來塞去 或者你會嘗試把這個 beta 調過去 把 alpha 轉為 subject 轉為主項 然後塞進去 alpha square 加 3 乘 beta beta 就會是 k over alpha 然後把 alpha 除過去 然後塞進去 OK 其實看上去都沒有什麼了 如果將它們一齊出現之後 所以看來這個方法就不太行 OK 你可以試一下其他的方法 當你試過幾次之後 OK Turn out 就這樣做 留意我們需要 alpha square alpha square 在這裡出現過 就在這條式中 把 alpha square 轉為 subject 轉為主項 等於 把 3alpha 調到對面 3alpha 加 k 調到對面 就減 k OK 減 k 然後就把這個 subsity 進去 所以 題目需要的 alpha square 加 3 個 beta 就會等於 這個 3alpha 減 k 加 3 個 beta 就調一調位 當你做到這步的時候 你應該感覺到 只是做完 OK 成功了 因為 抽個 factorize 因式分解 3 個 alpha 加 beta 正正就是 跟的和 跟的和 是3 3乘3 加 0 9 減 k 於是題目就做完了 留意9-k 是c 這題目就完成了 這題目就完成了 這題目 說深不深 說淺不淺 這題目 留意 見到 alpha beta 已經猜到是用 sum of root product of root 但發覺 只是它們不夠用 OK 那就要留意 跟的另一個特性 跟的意思就是 subsity 進去 塞進去的話 將會符合 兩個都符合 最後就做一些 很普通的algebra 例如 說不定是會試錯 不要緊 如果不行就再做一個 另一個方法 最後發現 將alpha square 在這條式裡面 轉為主項 之後塞進去 就會很明顯地做到 MC suppose 一分鐘平均一條 如果你的algebra 足夠純熟的話 其實都應該夠時間做 OK 這條就是這樣 這條就是我對這條題目的拆解